仰屏转移是嫦娥五号交汇对接后的关键一步 存放在上升器中的月壤仰屏 必须安全稳扣地完成空中转移 才能有返回器带回地球 虽然此时上升器与轨道器之间 由三对爆爪紧紧连接 但两器之间仍然有626毫米的空间 遥远的外太空中 珍贵的月壤样品 如何实现这段半米多的穿越 历史上 人类曾经数次将月壤带回地球 美国阿波罗登月 它是靠人国去 它把这样品带回来的 俄罗斯采完样以后 直接就返回地球 嫦娥五号的路径则完全不同 全程无人操控 环节复杂 要求精密 它要跨过 将会对接机构 要跨过轨道器 再到返回器 这是一个全新的 以往的任何一个航空机 都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放过轨道器 存放月壤的样品容器 是一个重约10千克 直径18厘米高26厘米的金属圆筒 自身没有动力 怎样让它在空中实现自动传送 你是踢过来的还是拉过来的 能不能用一个电池的方式把它推进去 我们排了十几种的转移方案 必须选择一个既安全稳妥 又简便易行的最佳方案 航天工程师们想到了毛毛虫 毛毛虫它也是撅起来地伸开 撅起来伸开这样的一个方式 毛毛虫的运动方式 让工程师们脑洞大开 一个全新的方案出台了 简简单单的四个金属构建 通过反复伸缩运动 就可以实现物体的连续移动 结构稳定 轻巧灵活 这样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很快 连杆转移机构设计完成 类似于我们仿生结构的一种形式 先伸过去 然后抱回来 然后再伸出去 也是不断地接力 接下来是不断地测试 不断地磨合 优化 工程师们还必须攻克另一个难题 怎么抓取容器 急爪 安装在连杆机构前后两端 形状像钩子 急尺 位于样品容器外侧 是两排倒三角形的金属片 急爪跟急尺要配合的 我们抓去抓到那个容器上 那个急尺的 这是样品转移任务的关键一环 必须保证抓取精准无误 我们可以做到那个正负6毫米 就是我偏正负6毫米之内 我都能抓得住 急爪抓住急尺后 在连杆机构的作用下 样品容器被轻松拉动 但怎么保证转移过程中 不偏不移不脱落呢 一个精巧的安全设计 让样品容器只能往前走 它只能顺向走 不会逆向走 就我们那个移动仓带 那个类似 它是单向的 单向的话它可以运动 反向的话它就是所做 航天工程师的匠心 让简单的机械装置 完成了不简单的太空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